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霍建国 23岁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毕业 大家好 我叫霍建国 我来自甘肃东黄市 然后是一个拥有沙漠的地方 近期的一份工作是做互联网 电商销售 然后这次在菲尼莫属呢 是想熊得一份销售相关的职业 谢谢大家 欢迎你建国 我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对对对 在你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之前 我听到一个口齿不清的先生 反复地跟我们推荐 谁呀 你让他自己说吧 你是怎么来到菲尼莫属的 这个的话 因为这段时间呢也是离职了 然后呢就去看一些立志的视频 然后经常我也在看菲尼莫属 就看他们是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规划的 想上去连麦去咨询一下这些企业家 说如何我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听听他们的建议 看到库老师了 然后库老师一句话就点心我了 什么 就他就当时是说了一个什么 他当时说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说出我感觉和我自己很贴切 你也没记住 应该是因为有点紧张啊 可能是上台 反正就是他鼓励你走上飞你的舞台 对对对对 那么在库尔特眼中 这位求职者身上有哪些闪光点 可能在哪些方面 值得我们的企业家去不断地挖掘 今天我们和库尔特老师 来一个现场的视频连线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位选手 当时的话这个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特别不好 就是那种年轻人 毕业没多久 然后就创造了多少的这个业绩 我估计可能也是与当天啊 这个一起连麦的鞋家有关系 谁啊 因为那天是榆一起嘛 对这个一个说 说上大学就赚了几千万 几百万 然后另外一个人讲 说我这个毕业 两年多的时间 就开始带了几十个人 我现在我也没有想好 到底是要创业呀 还是我应该找一个工作 我直接就开始啊 怼他了 但是我会发现 他怼完之后这孩子啊 反而的话 他这个看到了很多的优点 因为你在提出他的一些小问题的时候 他都能改正 包括他每天晚上也会在我的直播间 然后他还会去帮别人 拿着自己的故事 去做一些分享 所以我觉得这孩子特别棒 对于霍霍的评价呀 我希望你们的标准能高一点 因为这个孩子他在工作当中 其实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这个时候其实他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选择 就是究竟他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他未来的职业发展是怎么做 我觉得他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找到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 但是更关键的是各位企业家应该告诉他 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未来怎么样发展 我觉得这个才是他来非你莫属的舞台 最大的收获 好 感谢库老师 但是呢我在直播间里 刚才库尔特说的时候 我才仿佛那么有一丝的感觉 好像是的 因为我参加直播的次数也不多 所以我感觉建国好像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祭典 我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间 表达清楚 把你的特色